你多方便去看一些事物之後 你會慢慢的覺得說 其實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可能性 那你就不會那麼輕易的說 只要有挑戰來你就覺得不太可能 那我覺得那個部分的想法是 我覺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去達到的 只是說我們還沒有找到那個方式而已 我是李曲中 目前是大志雜誌跟週刊編輯的總編輯 大志雜誌一本 比較具有社會性的一個雜誌 它的發行方式比較特別 那它是透過一群比較社會弱勢 或是傳統上我們叫homeless兼有的人來販售 那大志雜誌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就是 希望透過一本雜誌的定期發刊 把它變成是一個工作機會 然後提供工作機會給一些需要工作的一些朋友 讓他們透過這樣一個工作的過程 隨著收入的增加跟穩定 然後逐漸去改善個人的一些生活的環境 然後當然我們會希望它 對在未來對自己的生活有更多一些主導權這樣子 在2009年的時候 我有辦一個類似線上的媒體 那因為那個媒體獲得一些好評 那時候剛好有朋友問我說 那有沒有考慮把它變成是一個實體出版的形式 那是我第一次考慮這件事情 那在同一個時期我透過另外一本雜誌 然後發現到說 有一本雜誌叫the big issue 那我把它換作大志雜誌 那它是用一個社會企業的方式來運作 那我對社會企業這樣一個組織架構感到好奇 The big issue actually是從英國來的 那它成立的時間是1991年 那我是在2009年才知道 那我就再進一步去查發現到說 其實在英國像這樣的社會企業至少有上千家了 那感覺是一個非常重要一個 企業組織一個發展的一個形式 那但是在台灣竟然這麼少人注意到 所以那時候想說那既然這樣要不要趁這次機會 一方面可以完成自己辦一本雜誌的一些想法 然後另外一方面結合社會企業的方式來運作 那單純覺得 因為其實辦雜誌真的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它其實失敗的機率還蠻高的 但只是覺得說不管成功或失敗 或許可以讓更多人透過這本雜誌 然後間接也認識到所謂的社會企業這樣一個 組織的一個運作的方式 我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純粹的雜誌 只是我們透過比較特別的發行方式 那所謂的一本純粹的雜誌是 我會有我想要去溝通的讀者群 根據讀者定位跟年齡層 然後會有一個讀者的概略的世代跟輪廓 那以這樣的世代來看 我們是叫Y世代嗎 我們希望這本雜誌可以帶給他們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什麼樣的內容是目前市面上 我覺得比較少提供的 那我講比較少提供的不只是內容品材 有時候可能是被包括說這些內容背後的價值體系觀念 然後另外是還包括可能在整個視覺的呈現上 在美感體驗上面 一大字雜誌 我們覺得它的核心裡面會比較建構在說 我們希望讀者多去體驗這個世界 那我們覺得多去體驗這個世界 比較容易讓你的整個思維方式 價值判斷 就比較柔軟 然後可以慢慢去建立自己對這個世界的真正看法 那我覺得那一部分 我們常會講獨立思考 但是獨立思考其實 如果一直專注在特定領域 或是特別一些我們講的同溫層裡面 其實是很難做到這一部分的 所以我們會期待讀者 透過比較多元的觀察的視角 透過自己親身的感受方式 真正去建立起自己對特定事物的一些看法 一個新的事物要推出來跟變化 那通常在新的變化產生之前 心態上多少會有一些猶豫不決的 那時候通常很難做什麼事情 就盡量準備好 然後硬著頭皮趕快下去做 因為做下去之後 你就會持續一直做下去 但是最困難的是你一直 一直不開始那第一步 那部分是困難的 這是我的DFC故事 那你的呢? 大概在短片中 用了一個鏡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